佔領行動已超過兩星期 多區道路仍然被示威人士封閉 一派戴口罩的反佔領人士 在下午突然去到金鐘試圖拆走路障 與就位人士發生衝突、情況混亂 警方就當場帶走三個男人調查 而警方在清晨突然在金鐘和磅角 清理佔領區外圍的障礙物 磅角波蘭街一段路口成功重開 中環和金鐘部分乾落道中亦都是通車 先由民喬康講一下金鐘下午的衝突 百多個戴上口罩的人在下午1點多 去到力保中心對開的金鐘道 試圖拆除鐵馬,集會人士到場阻止 有人抓緊鐵馬 也都有人坐在被推跌的鐵馬上面 雙方不斷口角,甚至推撞,情緒相當激動 雙方都不斷有人加入推撞,場面混亂 大批警員到場增援,捉起人鏈,將兩批人分開 多次舉起警告牌,呼籲在場人士不要衝擊警方的防線 有人不滿警員沒有阻止拆路障 和警方爭執 如果你們選擇不給任何證據,不提供資料 我們都沒辦法,但若然因為這樣的情況下 你指責警方不做事的話,當然是非常不合理 而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多架的士開到現場 並且響號,抗議佔領行動影響司機生計 要求警方盡快清場,恢復交通 又和集會人士互相指罵 在另一邊,金鐘道近太古廣場 有貨車強行將馬路上的障礙物和鐵馬清走 亦都有人移走帳篷 大批集會人士群起包圍 警方分隔雙方,被貨車洗走 引起在場人士不滿 根據生日的說法,他們會傳到北角汽車區 由中心進行調查,但我們不清楚是否真的 集會人士與警方口角同衝突 警方一度拿出伸縮警棍 而在早上,警方在中環長江中心對開報房 清理金鐘和中環一帶的路障 展開連接鐵馬的交索帶 又拆開水馬,逐一搬走佔領人士放置的障礙物 集會人士得知警方的行動後 講到金鐘道其他據點把守